OK 然后 如果我今天要计算什么 奥运的后三个月 三个月 当然你想说 这边应该就把它改成11月就OK 可是问题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就是加三个月的话 特别注意 你不能够直接 就是去变动它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日期 加三个月 三个月就90天吗 当然你看天数都不对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能够计算月份的话 相对比较麻烦 要怎么做呢 如果你今天不用1day函数的话 你必须要用四个函数才能完成 哪四个函数呢 第一个 插入函数里面 第一个days函数 那这个days函数你必须什么 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 如果你要做日期的计算 一 你必须要先把日期先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呢 再针对月的部分呢 把它加了三之后 再把它存回去 存回去再把它合并 也就是分开来再合并 那也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把它 把它合在一起用date 分开里面的资料 就我们刚刚讲year 那year的话呢 很麻烦的 我大概快速打一下 第一个 先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year 再取得这个日期的mance 其实就先把它分开来 再取得这个日期里面的date 刚刚都有练习过了 只是说 最后的话计算怎么计算 就是在mance的地方加3 然后呢 最后再用date的方法再合并回去 所以哦 year,month,date是分 分完之后计算 计算完再用date合在一起 按按确定 这样就会是正确的 那减的话 去掉了 当然顾问一下 这个是后三个月 那前三个月的话 其实只要把工资 把它再减3就好了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怎么这么麻烦 OK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 刚好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要讲 e-day函数 那e-day函数特别注意 这个e-day函数 它两个参数 非常简单 哪一天 这一天 后三个月 有没有发现 month 暗时 三个月 特别注意哦 这个e-day函数只能针对几个月之后 不能针对几年之后哦 OK 所以它没有年的部分 按确定 不过它带回来的会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数字 那怎么办呢 你直接 它不会自动帮你转换日期格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你要自己再把格式再稍微转换一下 那么e-day函数 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哦 主要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解决如果你不用e-day哦 你变成你要用什么 date year month date 哪几个月就是在这边做计算 所以相当的麻烦啊 但以前我们是用这个方法 那e-day函数是在 也是有2003以后才有的哦 OK